要來介紹這個太陽系的八大行星 但是這邊也跟各位提醒一下 我們的期末考就從太陽系剛開始 這個投影片最早剛開始的那個地方開始考期 因為八大行星都還沒開始考 所以請各位要注意這個範圍 我們上次介紹到金星Venus 而且我們因為講說它的表面因為 它會富含有那個大量的它的那個大氣層 富含大量的二氧化碳 所以我上次有跟各位講 它是所謂的溫室效應氣體 有沒有 我有講過嘛 說這個溫室效應氣體為什麼叫做溫室效應 是因為以前的那個我們種田的時候 我們常常有時候怕那個植物 某些植物它在那個晚上會怕洞 會洞傷或洞死掉 所以把它放在一個玻璃屋件的裡面 可是玻璃屋裡面是不用放暖氣的 怎麼就能夠變溫室呢 有跟各位講過說 白天時間太陽光是用輻射照到玻璃屋 還可以穿透玻璃屋 然後植物或者是人或者是放在裡面的桌椅都可以 它會吸熱 吸了熱以後它不可能永遠一直在吸熱 不然那個溫度體溫就一直漸漸升高 就是植物也是一樣 溫度升高就燒起來了 不可能嘛 所以它一定要會放熱 它放熱的方式是它轉換成一種形態 叫做紅外線 靠紅外線放射出去 OK 放射出去之後 紅外線最差的就是它無法穿透玻璃 所以紅外線就在這個溫室的玻璃屋裡面打來打去 所以這個裡面的溫度才能夠保持它一定的溫度 可以嗎 OK 然後也有很好玩的 各位 我說這個紅外線的應用應用在哪裡 各位都知道我們每次出國 回國之後 其中你要走到一個 那個什麼機場人員會站在那個旁邊 讓你經過 它有一個東西在造 那個就是紅外線設施 來看你有沒有發燒 因為發燒的話 我們的體溫就熱 體溫熱 放射出去的紅外線就會越多 所以在它那個紅外線的機器 就會看你的臉非常的亮 因為你放射出來的紅外線越多 它的紅外線就會特別的亮 所以教各位一個方法 如果哪一天 如果哪一天你真的出國去玩 真的有點發燒 糟糕 我怕它會過海關 它到時候把我攔下來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呢 我教各位 對不起 其實我有帶一個東西 類似 其實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玻璃 玻璃可以 塑膠也可以 那個紅外線也很難穿透塑膠 好 其實我拿這個來 我裡面 各位知道我裡面放什麼嗎 我這邊裡面放的是 就是去日本玩的那個什麼 叫做日文藝本 如果去日本開車 你只要把你的駕照拿去監禮所 換個日文藝本 你就可以在日本開車了 那因為有時候出去日本 我現在去日本玩大多數就是自家 所以我就 它那個拌一次就可以 幾乎可以用終身 所以我就常常就放著 好 我先拿這個透明的 雖然還有一張 在日本的手具 好 我說 你只要拿一個類似塑膠的 透明的都可以 好 我現在是用藍的沒關係 好 塑膠或玻璃 假設呢 你下次再過海關 你就知道我發熱 到時候 臉上到時候是一定會變得非常紅 會被藍下來 那我就建議各位可以這樣子擋著 過海關我這樣擋著 欸 擋著你是不是還可以看到我的臉 對不對 你本人可以看到我的臉 那你的紅外線它穿透不過去 紅外線的攝影就照不進去了 但是問題是 問題是你用這樣子還是會被藍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它 它在那個紅外線設施當中看到你這一塊 是全黑的 你就看不到你的頭 你想想看 一個裝置裡面 你還有下半身是 就是這個 脖子以下的身體 還有一點點微微的發光 欸 上面的頭怎麼是一個 方塊 在那裡 那一定也會被人家起疑了 那也是那 不過 跟各位講 就是 用這個比較有趣的講法 但是 事實上各位可以知道 紅外線是不能穿透 玻璃或塑膠的 你們有興趣可以 如果哪一天 你們周遭的友人是 或者是 那個什麼 比如說是有醫學相關的 它可以接到那個 紅外線政策 你可以玩玩看 甚至比如說你在沙發做了一陣子 你一起來 如果你用紅外線造那個沙發 沙發上就是一個 你那個人形坐在那個位置的那個原來的人形 所以你不要以為是 欸怎麼有一個人 我用紅外線去造的時候 為什麼這邊有一個人形在那裡 該不會是靈異的東西 然後拍到 不是 是你剛才坐的位置 你的熱 身體體熱 傳到了沙發上 那沙發一樣又會再把它反映出來 所以你的那個 紅外線造的 就會造到 那個地方有一個人的椅子 或者是你可以更加玩 有一些遊戲 比如說一個氣球 或者是一個什麼東西 你弄手去摸在那個東西 摸一陣子 然後手移開來 你叫人家拿那個紅外線去測那個地方 就會看到一個手印 但是我們肉眼看的時候是看不到手印 但是你弄紅外線的種子一偵測 你剛才摸過的地方 那邊就形成一個手印出來 OK很好玩 可以有興趣去玩一下 好 好 所以呢 這個金星呢 曾經過去也有 最早是俄羅斯有發射了太空船 飛到金星 甚至後來就降落到金星上 可是呢 一進到它大氣層之後呢 完全就 通訊上就斷掉了 當時的俄羅斯人也覺得 為什麼太空船怎麼沒有消息了 怎麼失蹤了 我們本來控制它降落金星的 怎麼沒有訊息了 其實第一個是 它的雲中含有大量的硫酸率 而且它的大氣壓力是地球的90倍 欸 欸 你要不被硫酸給腐蝕了 要不被大氣壓力給壓邊 欸 大氣壓力的壓力真的是有時候很可怕喔 上次我之前有稍微講到一個例子 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說潛水 潛到多深會增加一大氣壓 還記得嗎 十公尺 潛水十公尺會增加一大氣壓 各位有機會喔 真的趁你現在還年輕的時候去體驗一些東西 我說呢我之前去學潛水 學潛水 然後後來有一次在室內 我們到一個室內三公尺深的游泳池 然後光我們就這樣子潛到三公尺深 你就開始覺得耳朵有點痛 耳朵會有點痛 三公尺 等於說那個水壓壓到你的耳朵 等於說有點把你的耳朵稍微往裡面壓 哇你會覺得很受不了 然後你必須要怎麼樣 要通氣 欸通氣怎麼通 有人說吞口水 有沒有 各位有時候在坐車子在高速公路上的時候 走到某一個地畢端的時候 突然你覺得耳朵好像被蒙住的感覺有沒有 那吞了口水可能就解決了 可是有時候像你坐飛機 或者是像我們像潛水泡比較深 你吞口水是沒有用的 你的你的做法 欸有沒有人知道哪個做法 好陳明義有先做出來了 欸我知道你的名字我念進去錄進去了 哈哈哈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你的名字很特別 所以我就容易記下來 OK 好 因為那時候輸入法 光輸入你的名字 輸入好久 OK 好 好 我給你加分 欸 然後 我問一下 我再問一個題外 有趣的問題也加分好了 柯南在某一集 某一個電影的裡面也有提到這個東西 有沒有人知道是哪一部電影 柯南 柯南 他有一次也是坐飛機的時候 然後 就是那一個步美 那個小小偲探盤裡面的那步美 坐任蠻西 fulfillment 他坐在飛機上 然後就開始捏著墊著鼻子在那邊突顯 有沒有人知道那哪一部 哪一出 他說到這個 有感覺 好 银翼的奇術師 蛤 银翼的奇術師 對對對 不錯 银翼的奇術師 它是叫奇術師嗎 银翼的魔法師吧 還是什麼 忘記了 奇術師 OKOK 好 可以加分 你的名字也很特別 我也記得 死背後面 OK 好 那個什麼 所以呢 那個什麼 那個 這個 我們在潛水的時候 我們就是靠捏鼻子 然後用力把 那個身體的氣 那個等於說要吐出來 可是你鼻子封住了 嘴巴封住了 你的氣唯一能夠跑的 就是耳朵 然後你就用力這樣子 那個想辦法把氣給通耳朵 通一下耳朵就OK了 就舒服了 如果你今天一直不通的話 你再淺更深 哇你的耳朵會痛到 痛到不行 所以那個 那個才三公尺 三公尺還不到 多一大氣壓的 九十倍是你要升到 九百公尺的升 要到九百公尺升的地步 才差不多是 在金星上的大氣壓 OK 然後曾經 前一陣子是哪 我忘記是哪一國的潛水艇 不是說大概在五個還六個人 然後潛水艇下去 然後後來 有人說他們可能 那個深度可能導致於那個什麼 他的潛水艇被壓邊了 然後當場五個人馬上死 那五個還六個馬上就死掉了 OK 所以這個潛 他的壓力這麼深是非常可怕的 OK 但是我跟各位講 其實現在也有人在做一些潛水比賽 國外有興起一種叫潛水比賽是什麼 是你從岸上不背氣瓶的 不背氣瓶 然後直接潛下去 潛下去看可以潛多深 潛到你自己受不了了 再趕快上來 是不背氣瓶的 你會說這樣子比較危險嗎 其實嚴格來講 如果你氣能夠憋得久 這個是比較安全的 因為你如果不背氣瓶 你就直接的往下潛 你的肺泡就直接被壓縮成小小的 等到你受不了了 那個氣快不夠了 趕快急速上升 你的肺泡 它就恢復成原狀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背著氣瓶 然後邊下潛邊呼吸的 上次有跟各位講過 如果你潛了十公尺深 等於說你的外界增加一大氣壓 就變兩大氣壓 你接著那個氣瓶的呼吸調節器 氣體進到你的體內也是兩大氣壓 也是兩大氣壓 所以我最近也看了很多 那個YouTuber他介紹一些 有人在洞穴潛水 潛到最後死掉了 就是因為有時候潛到太深 因為他雖然背著氣瓶 可是潛到太深 你有時候下潛下去速度是可以很快的 可是上來你每大概兩三公尺 你就要在那一層的深度 要待一陣子 才可以把你體內的那個所有 不是只有肺泡 還有體內一些那個什麼 那個在血液裡頭的那些氣體的壓力 致患成該深度的壓力 所以有人那種洞穴潛水 快速的潛下去 大概可能說不定不用了 那個可能十分鐘就可以潛到 潛到滿深的地方了 可是你說不定要花一兩個小時 慢慢的上來 到一半要呼吸一陣子 然後再上來再呼吸一陣子 再上來再呼吸一陣子 一直浮到水平面 所以這個洞穴潛水 很多人因為洞穴潛水死亡 甚至歷史上還有 歷史上還有一個是因為洞穴潛水 有一個年輕人失蹤了 有一個年輕人在那個洞穴潛水 就沒有再回來 然後結果呢 有幾位潛水者 他也是很喜歡洞穴潛水的 那有人就相約去那個洞穴潛水 然後其中有一個潛水者 他知道過去有一個年輕人在那邊潛水 然後就沒有回來過了 他也就下去潛水 其實他後來真的就發現 那個年輕人還躺在那個湖底 那個湖底而已 洞穴的湖底 然後他後來他就上來之後 他就聯絡了那個年輕人的媽媽 外國人年輕人的媽媽 他就跟他聯絡說 他會想辦法 他有看到他的兒子了 那他會想辦法把他的兒子給帶上來 這樣子 結果呢 後來他甚至他已經組織一隊了 然後甚至新聞媒體都還準備要做一些採訪 然後他們就在那個洞穴 而且都還討論到說 可能要用接力的方式 那甚至那個要準備下去救的那個人 他都先把他以阻力好了 因為他去救的過程當中 也有可能會因為壓力的關係 他承受不了 或者是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來不及 那個什麼 服務 反正就是來不及慢慢的 慢慢的 減壓 我叫減壓 來不及慢慢減壓 結果後來真的在救援當中 他後來就一直在在那個聯繫他都沒有反應 因為通常聯繫我們也不能講話 沒辦法講話 只能比如說你可能是按哪些東西 去按通知說你有回應了 回應按了就知道有回應 然後結果怎麼底下都沒有回應了 甚至在比較上面的人 都還就是在進到湖裡比較上面的人 都還可以看到他底下燈光在那裡 但是不動 就知道他可能危險 然後後來他覺得 那個我說比較比他上面的那一個人 他覺得在蓋安那裡 他也覺得有點快撐不住了 先上來 然後休息一下之後再下去 然後下去之後 他有綁著繩子 然後再把他繩子慢慢拉上來 才發覺 那個後來死掉的那個人 他真的已經救到那個年輕人了 但是他把他附在身上 結果後來可能是 可能身體的血液什麼樣 氣不足 整個昏厥過去到這就死掉 但是後來他們把那個生存慢慢往沙拉 那個年輕人的屍體也撈回來了 但是那個下去救援那個人也死掉 所以其實這洞穴潛水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這跟大氣壓力 就是連那個水壓 連那個換氣 都是影響很大的 好 先到這好了 我們先停一下